譬如說斷種它就叫你燒福是不是 哈囉 張兄 在工廠開著拆快遞 你這個題材非常有特色 這個可不可以做成視頻啊 可以啊 因為你們五個人的友誼從來沒斷過 你們這個圖案的組成部分非常的特殊 有今天這個遺憶嘛 是的 所以呢 我要把它做成視頻 沒問題啊 因為你們是有五個人的外號 然後拼接起來 看起來就像一個卡通動漫一樣 對 然後呢又可以代表你們五個人 友誼沒有斷過 我們每個人的一些特徵 或者是外號之類的東西 是的 非常的有特色 那我這個就要把它做成視頻啦 好 沒問題 好 那我現在也接著拆快遞啊 等一下我們稍後聊 好 給大家看一看是什麼圖案 這是代表外號 蘿蔔 叉子 最後面這個是魚尾 然後這是我們警察叔叔 他們幾個從大學時期就在一起 友誼從來沒有斷過 然後根據他們每個人的外號 他就自己設計了一個這樣的圖案出來 叉子是代表什麼 外號啊 你沒有綽號的 比如說你的綽號 我一般叫你福總 這也是算綽號啊 比如說段總他就叫你燒福 是不是 那是不是也是綽號啊 比如說長展外號叫什麼 衝 衝 啊 那這個叫什麼 衝上 衝上哦 我沒有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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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由我們五個人的職業 特徵 或者是萬號所組成的圖案 第一個是蘿蔔 第二個是魚叉 然後是眼睛 警帽和魚尾 從高中到現在 我們五個人的這份友誼 從沒有斷過 雖說現在各本東西 但有機會還是會相聚 這個在自然光還有紙嗎 有啊 沒跑 有一點點哦 你說沒跑啊 因為我看不到鏡頭 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圖案 相信之前 我已經有跟大家說過 它是由各個朋友 它的外號啊 職業組成的 所以這個圖案就是拼湊而成的 哎呀 還真的有紙耶 有啊 石村卷木 等一下到燈光底下 這個村就漂亮很多了 這件在燈光底下會更紙 還是陽光底下更紙啊 我覺得陽光底下好看一點 為什麼呢 一般來說都是燈光會更好看 它這個紙是淡淡的紙的 好吧這個你們去拍 你又不知道怎麼說 設計圖不是自己出的 說都不會說的